經過7月下半月的震撼教育之後 時間來到8月份了 東山再起的機會是不是來了呢 我告訴你答案是肯定的 可是我的節目你要聽仔細囉 大家好 我是林玉凱 剛剛這個錄影之前 我的這個電腦看盤的軟體 整個完全掛掉 所以說今天 我們可能比較不方便看K線 好不好 比較抱歉一點點 所以今天我想說我們來 用一個專題的方式 正好我本來就想找機會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在今年第三季 相當重要的議題 是什麼議題呢 二話不說 我們唱首歌破題 來 你是我的小啊小蘋果 就像天邊最美的雲朵 春天又來到了花開滿山坡 種下希望就會收穫 好不好 時間進入到8月 幾個重點先提醒大家留意哦 月中以前要把這個第二季的財報 全部公布完畢 再來就是8月份有哪些股票 我們可以來留意的 這個部分很重要 所以呢 這個專題 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蘋果概念股 好不好 就是蘋果概念股 那為什麼是蘋果呢 依照目前我們可以獲得的資訊 蘋果在9月 10月 11月各有一場發表會 我們依照目前市場上法人普遍的預測 我們大概推估出他會發表的一些產品 包含9月份是iPhone 16跟16的Pro 跟這個Apple Watch X AirPod 然後呢 iPad mini跟iPad 11 然後再來就是Mac的部分了 我先講哦 我自己不是果粉 所以你看我的 我的手機啊 我的電腦什麼的 我直到現在 我還沒有用過任何的蘋果商品 所以其實蘋果的東西 我不是那麼熟 我還真的不是那麼熟 可是我認為這是我的優勢啊 我認為這是我的優勢 因為我不粉嘛 對吧 因為我不粉 你有沒有見過有一些果粉 我們公司也好多這種人 它的果粉 它是真的很粉的 蘋果出什麼 它就買 蘋果出什麼 它都買哦 反正蘋果出的就是好 就是棒 就是頂呱呱 所以 當它有這樣子的情節的時候 你這時候去問它說 蘋果的任何商品 它都會跟你說 棒 它會跟你說 絕對大賣 那就沒意思了 那就沒意思了 因為我不粉 所以我可以比較客觀的站在理性的角度來去分析它的商品和展望 那我們分篇講一下三場發表會的重點 首先 9月份這一場當然聚焦就是在iPhone iPhone16當然就是目前看它的這什麼預估的銷售量 那當然比較正面 之前我們都講過大概是上看到一億支 其實很多的手機業者都已經開始先做預估了嘛 所以網路上你可以搜尋到的 大概長這樣 大概是長這樣子 你說 我不瞭解它整個在外形上的變革 可是我覺得 你說很漂亮很有心意 倒也沒有 好不好 倒也沒有 果粉不要罵我 好不好 我們講幾個重點 首先原本預估會有的AI功能 現在可能沒有 好不好 現在可能沒有 不過這一點 我要先講未經證實 AI功能也許有也許沒有 但是目前偏向沒有 這一點是未經證實的 因為前幾天的新聞應該都有看到 蘋果的AI可能要到10月份才會推出 可能要延宕到10月 為什麼會晚了一點點 為什麼不跟iPhone一起推 主要還是在修復程式漏洞 主要還是在修復程式的漏洞 畢竟他們的AI已經晚了人家一步了 好幾拍了 那現在我至少要確認到 不要出狀況 我現在要推AI 至少要確認到 OK 我的品質是OK的 我不要出狀況 所以會有很多的測試測試在測試 但是iPhone如果少了AI這個環節 還沒有賣點 我覺得這個我就會持保留態度了 所以這個要進一步去確認說 到底AI能不能夠入主到這一次新一代iPhone16之後 才能去做準確的評估 好 那再來 它有可能搭載史上最窄的手機邊框 我這樣看 應該也沒有到最窄 因為我自己用三星喔 好不好 我覺得它已經滿窄了 再加上我是折疊機 好不好 我覺得它已經算滿窄了 那 不過它公佈的 目前已知的這個規格是到1.15mm 1.15公里 對吧 當然很有賣點 當然就是說這個好像是一個賣點 可是會不會讓它賣爆 好不好 有賣點 可是會不會賣爆 我覺得這是兩回事 我認為1.15mm的這個東西不至於會讓它賣爆 好 然後再來 全面採用觸控按鍵 全面採用觸控按鍵 也就是說你這邊看得到的 這種側面的什麼這個實體按鈕 以前是實體按鈕嘛 音量啊 電源鍵 這邊我都用觸控 都用觸控的 對 它改成這個什麼 電容式的觸控按鈕 結合這個觸覺引擎 什麼叫觸覺引擎 就是說你按了 它會給你一個回饋 就是稍微震一下 表示說你這個點了一下 這是成功的 好不好 真的有作動 好不好 所以說它會結合這個觸覺引擎 這邊開始就是我們台場直接受惠的部分了 好不好 然後鏡頭 大家最關鍵是鏡頭嘛 1,200萬畫素升級到4,800萬畫素 解析度更高 照片更細膩 可是我覺得啦 到現在你說一路幾百萬到千萬到四千多萬這樣升上來 這個畫素你倒不如你那個什麼 修修臉 磨皮 你能夠做到很自然 好不好 我相信女性朋友懂我的意思 因為我們在自拍 手機拿起來自拍的時候 我不會去想說我要把我的缺點 我的毛細孔 我的痘痘拍得這麼細膩 所以其實整體的照片 美感怎麼樣呈現這還是重點 那當然它還是有它的優勢 就是說它有可能去升級長焦跟望遠鏡頭 那這個就不錯 因為有可能會有一些攝影愛好者 他是感興趣的 攝影愛好者他是感興趣 因為他是聚焦在這種比較偏專業性的部分的 可是畢竟是小眾 我真的一般的消費者我很需要長焦鏡頭嘛 所以這畢竟是小眾 受惠的廠商那個就大力光 浴晶光 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然後螢幕我給你講一下 螢幕它改用節能省電的三星 M14的OLED螢幕 OLED啦 這就不關我們的事了嘛 因為它跟三星下單了 然後Wi-Fi 7 5G 這些陸續我們會再幫大家介紹 相關的受惠廠商 這不是幫你列出受惠股就好啦 受惠什麼概念股 你去網路上Google一大堆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是確實有確認過 接單狀況之後再來分享 我比較喜歡這個樣子 好 那再來 我回到這一張 過去大家的重點都一定是先放到iPhone嘛 可是這一次有其他幾項商品 它也有你不可忽視的商機 所以等等下半段回來我們繼續做分享 休息一下 好 接著看9月有機會公布的這個Apple Watch 它有加一個X 好不好 這個很抱歉 我真的比較不懂 因為我這個人比較虛化 我還是習慣戴這種一般手錶 好 那Apple Watch這個部分眾說紛紜 我們講幾個比較主流的資訊分享 現在有可能會使用塑膠來取代原本錶殼的金屬 一來它要把成本降低 要cost down 二來比較輕 塑膠比較輕 據說在設計上也會有重大的變革 會用什麼RCC電路板 RCC就是這個塑紙塗成銅的電路板 塑紙 塑的那個塑紙 塑紙塗成銅的電路板 RCC電路板 好 因為這個電路板可以提高耐用性和防水性 因為防水很重要 對不對 你用這個Apple Watch 你也許跑步會有汗 對不對 或者是重置一些 跟水相關的運動或海洋活動 這都有可能 然後可以做到比較薄 所以就可以為Apple Watch的其他元件 和這個感測器提供更多的內部空間 我先把這個部分做薄了 所以我空間就釋放出來了 因為現在的功能必須要做到非常多樣化 現在要 這個錶很辛苦 要測血壓 測血癢 測血糖 好不好 所以現在這些很多的一些我們身體的 這個叫什麼 生命的特徵 這叫生命特徵嗎 生命指數 好不好 都想要加諸在錶上面 就是一支錶幫你做到健康管理 可是你說這種對 這種的功能 對於我們這種比較年輕的 就是健康意識還沒有到這麼濃烈的 可能會缺一點吸引力 我不用時時刻刻追蹤自己的血壓 血氧跟血糖嘛 對不對 好不好 所以真的要代表我還是帶帥的 對吧 可是我覺得最近有兩個新聞 這個就有點意思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喔 澳洲衝浪南被海浪捲走 急用Apple Watch求救撿回命 我們簡單看一下內文喔 好不好 這個我們有位澳洲的居民啦 反正他就是衝浪 他這個經驗豐富 可是呢仍然被捲入到這個所謂 什麼波浪破碎的衝擊區 被衝到離岸一公里的海域 掙扎20分鐘對不對 可是呢 沒辦法游不回去 游不回去 然後他的夥伴呢 以為他離開了 對不對 就沒有人找他了 然後呢 我忽然想起 他啦 他忽然想起 我的Apple Watch Ultra 對不對 這個智慧手錶呢 有這個什麼 內建的蜂巢式網絡連結 和緊急呼叫系統 儘管在這個 惡劣的海況下操作困難 可是呢 他仍然可以撥打 澳洲緊急服務號碼000 然後呢 一個小時內 他仍然一直跟這個 救援人員保持聯繫 直營找到他的位置 最後成功被 救援直升機救起 好不好 然後呢 這個救生隊表示呢 在這種惡劣的條件下 如果沒有智慧手錶的幫助 這個搜救行動 可能會持續數天 那你也知道 如果你在海上停留數天 你還活得了嗎 所以這個裝置在救援中 發揮關鍵作用 絕對救了他的命 太神奇了 捷克 所以說 這個 我覺得這個新聞 一定會對消費者的心理 產生一些變化 就是說 他不僅僅會吸引衝浪者 所有喜歡從事海洋運動的人 是不是都有可能成為潛在用户 對 所有從事海洋運動 都有可能成為潛在用户 我也很喜歡海洋活動 如果我哪天出去 釣魚 風帆 對不對 我不小心釣水裡 我也沒有把握游回去 對吧 我開到太平洋 我開到哪裡 我怎麼會有把握游回去 所以 講到這個 我就會激起 這個什麼 需求 激發需求 我就會感興趣 我就會感興趣 那另外一個 我覺得客群更廣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 我覺得講到蠻多重點 那個是可以講到消費者心函裡的 好 Apple Watch是完美的高爾夫涼拌 從練習場到球場 好 我們直接看內容 好 這一次呢 發布的高頻率運動 API運用Apple Watch 最新的加速技和陀螺儀 來偵測速度與加速度的快速變化 好 其實這一點就值得先講了 其實你知道 有一個手錶品牌叫RM RM為什麼賣那麼貴 因為它是真正能夠 戴在手上去做運動的 所以一開始它跟 網球選手聯名 對不對 高速揮拍的這個情況下 我戴這樣的手錶 戴RM照樣得冠軍 或者說我又跟 賽車手聯名 這麼強大的拘力 手錶一樣撐得住 對不對 然後 因為你知道 很多傳統的手錶 不論是再厲害的 你說再耐用的 Rollex 勞力士 其實你是不太能夠帶著他運動的 除非你完全不當他一回事 壞了也無所謂 所以基本上 像我們自己 有在佩戴手錶的 不論是打高爾夫球 或者是做任何的 比較有可能去劇烈的運動 你一定會把手錶拆掉 因為它講是講運動表 可是真的能夠拿來運動 不見得 好不好 所以說第一個 你能夠做到這種高爾夫快速揮竿的動作 OK你還是可以帶著它 你可以用它的API來準確偵測球竿擊球的時刻 而且還可以對於高爾夫球手的揮竿動作進行全面的分析 動作開始到結束 任何技能生成使用者都可以去追蹤 速度 節奏 上竿 轉換 手管 路徑 你可以去提升球技 這第一點 你可以不用請教練 可以不用請教練 再來呢 提供GPS距離得分 自動擊球追蹤 這很重要啊 我們在打18栋 我們在場上 我要知道距離啊 甘地有時候給的不見得準 甘地有時候跟你講說 這邊幾米 不見得準 好不好 這我自己經驗 所以說 揮竿分析自動感速優勢 這個都可以在Apple Watch上查看 可以你去追蹤每次擊球 全球超過46,000個球場 都可以查看到國嶺障礙路 和目標的即時距離 這個非常有用 好不好 然後呢 然後這個 Golf Shot 這是一個首要職務 自動擊球追蹤 然後呢 還有什麼 好 PGA Tour 巡迴賽的官方賽事追蹤工具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廣告效果啦 然後呢 你透過 在手腕上 透過國嶺的彩色熱圖 查看球動分布擊球距離 追蹤分數 統計之間擊球距離 GPS 然後呢 只看一眼就可以獲得 基本資訊距離地圖 好 然後 專為高爾夫球員打造的Apple Watch功能 欸 鈦金屬 你還是要輕嘛 對 RM為什麼貴 其實它用很多 航鈦的材料 所以呢 手錶可以做到非常非常輕 甚至不到100公克 應該有100公克 反正就100公克上下 非常非常輕 所以呢 然後還有什麼 有史以來最亮顯示器 讓使用者即使身在球場 刺眼的陽光下 也能更清晰地閱讀 你打早球的就知道 對 一大早開始打 可是你也打到接近中午啊 欸 那個 會反光怎麼辦 沒辦法看嘛 可是呢 我有最亮顯示器 你在刺眼陽光下 也能夠清晰地閱讀 然後呢 兼顧耐用功能強大 續航36小時 然後呢 戶外 體能訓練 12小時 非常夠用啦 打一場球不用那麼久啦 所以呢 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因為這客權更廣 因為我自己有在打高爾夫球 所以我知道說 這當中的 它所提供的功能 非常的有幫助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嘛 你在 你不只是做 高爾夫球的這個運動 你任何 網球也好 棒球也好 排球 籃球 你基本上 不可能戴傳統腕錶 特別是機械錶 你機械錶是戴虎花的 那這個時候 你想知道時間 你想追踪一些 身體數據怎麼辦 你就得要Apple Watch啊 你就必須得要Apple Watch啊 所以說 它可以提供你 高爾夫球以外 其他的這些功能性 功能性上的協助 那本來說 Apple Watch的這個X 可能會使用Micro LED 目前看來有難度 Micro LED真的是有難度 真的很難啦 量率太低了啦 LED的發展進程 大家應該都知道 從傳統LED到mini LED 這個是現行技術上 能夠去做到量產的 mini的部分 可是再進入到Micro 這個難度就高了 那一樣 你持續鎖定我的節目 接下來有哪些公司 是真的有接到訂單的 後續我們再來跟大家分享 好 再來 AirPod 今天不知道講不講得完喔 來 其實這個 傳統的受惠廠商就那幾家 AirPod這個耳機 當然很熟悉的 像這個電聲援件廠 自身 升學援件廠 美率 維基電麥克風廠 玉碳 感測晶片廠 原相 坦白講 近期不是太 太過表現搶眼的股票 所以我們先跳過 像這種股票 你要等量價攻擊上來 再注意就可以了 今天沒有看板軟體 沒辦法帶大家看 好 我們繼續快速一點 10月 iPad mini跟iPad 11 好不好 號稱這次是這個 史上最薄的平板電腦 搭載M4晶片 那直接受惠是誰 已經經歷過 股價修正的台積電 我說過 9字頭的台積電 買盤會慢慢進駐 8字頭的台積電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好不好 那我要再次重申 台積電的目標價 現在外資在法術會過後 期暫聲 好不好 現在是1120到1500塊 1120到1500塊 最差最差都看1120 我講過 有時候外資的目標價 有其目的性 你說出貨什麼 這我們不管 可是像台積電 這種大到不行的 國際級公司 每家外資都在認真的 去評估它的價格 和展望的 這個價格 就是很客觀的 我認為都是有機會的 甚至你說 1120到1500 有沒有點誇張 1500都不是不可能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要多久 是要一年兩年 還三年的問題 所以說說 你要賺穩的 OK 台積電 看到9字頭 8字頭 你給他們買下去 可是如果你要賺快的 你要賺大的 那會有更好的選擇 那相關的概念股 跟營收比重 我們也來看一下 Apple 營收 佔比 比較高的台系供應鏈 GIS 瑞儀 這個都是營收佔比 在五成以上的 其他像 台郡 整頂 人保 普瑞 這個就是 一般你去Google 人家會跟你講的 這個叫做概念股 可是真正營收 佔比有沒有這麼高 或者毛利 能不能夠有效 做提升 毛利其實是很難 可是至少 你知道它量有出來的時候 GIS 瑞儀 這個佔比 五成到六成 這種營收佔比 都是叫直接受惠的 那我要講清楚 我們是先 大概去講一下 蘋果下半年 新品發表會 整體的框架 相關的股票 大概有哪些 不是說現在我搶到 你馬上衝進去買 好不好 可是有個東西 如果實現 那是真的一定要 馬上買的是什麼 來 折疊 現在當然iPhone折疊機 預估 也許明年發表 後年去做到量產 或者是 正式的上市 如果有折疊 你就不用想那麼多 而且現在大家估的是 有沒有機會 今年去出現到 所謂的折疊iPad 好不好 那當然 相關個股 最受惠的 就是我們核心 持股之一的 3376新日新 很多人還在懷疑說 哎呀 蘋果現在 賣了這麼多拍的 它真的有要去發展 折疊商品嗎 好 當然這個新聞 已經跟你講了嘛 有可能提前 上下開合 可是這個都是 市場而語 好不好 真的有在加速度嗎 可是你就想 你說這麼多的 中國大陸品牌 全部都賣到沸沸揚揚 蘋果會放棄 這個賺錢的機會嗎 而且現在這個產品 還有低基期 高成長率的優勢 去年的 我們講這個 折疊手機的滲透率 大概是1.5個百分點 1.5%左右 延調機構 預估到2027年 大概是5% 2027年是 大後年 5% 1.5%成長到5% 這很可怕 1.5%到5%等於是多少 4年成長3倍多 4年成長3倍多 不是說什麼 每年20% 30% 4年成長3倍 因為基期太低了 現在滲透率太低了 而且蘋果有沒有想要發展 有些地方 你可能都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好像今年上半年 忘記第一季還第二季 我剛剛大家講過 來 折疊螢幕有新專利 內牽彈簧層 螢幕不怕摔 來我們看一下重點 遲遲未能推出折疊iPhone 可是內部研發多年 只是還沒有解決一些硬性問題 例如折痕不耐摔 可是最新的 根據美國商標語專利局 所公示的文件 蘋果已經獲得一項 關於折疊螢幕手機的專利 介紹了全新的彈簧層概念 以減輕折疊時的壓力 這個是由金屬彈簧陣列 可以組成 然後有感測結構 硬變計程感測器 可以採用任何柔性金屬 彈簧鋼 這個鎳格鋁合金 不鏽鋼等金屬 還有一項專利 可以實現螢幕自我修復 也就是說在螢幕上 覆蓋一層可以自癒 自己療癒自己的這種材料 可以減輕折痕跟劃痕 自己用折疊手機就知道 你不可能完全沒有折痕 不可能完全沒有折痕 好不好 所以種種跡象表明 折疊技術正在完善 折疊螢幕iPhone問世之後 可能會大幅領先有傷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可以來注意一下 我覺得蘋果還是採取它一貫的風格 我落後就落後 可是我至少我要做到 我一旦發表 一鳴驚人 快速搶世戰 這是他過去的營銷手法 所以也許今年10月 不知道會不會有折疊iPad 可是應該最晚明年就會發表 可是如果今年提早發表 這就要趕快搶了 好不好 不是搶iPad 是搶股票 今天因為電腦当機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一檔一檔股票 帶大家看K线看什麼的 所以我們就把這些相關 下半年最重要的議題 一次性能跟大家來做一個分享 那一樣 現階段的選股 我們還是著重在這幾個重點 多頭回檔這件事情 已經是確定的 選股三方向 第一個 強於大盤 大盤回撤季線 股票要在月線之上 超跌之外呢 選擇有基本面 營收看得見 獲利看得見 展望有出來了 或者是超跌加上 籌碼面的一個部分 這個部分前幾天 我們都持續的跟大家 做一個相關性的分享 好 景氣燈號亮起紅燈了 不要過度的解讀 因為上一次亮起第一盞紅燈 是在2021年的2月份的樣子 後面又走了11個月的多頭 所以不要自己嚇自己 任何問題我都歡迎 你可以透過等一下廣告 0800的賺錢 直接破好亮起来 或者加入我的LINE 小組 答分16888 我們下週見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中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